现在在埃及开罗了,金字塔,我和妈呀妈呀呢,妈呀在那,又在导古车的东西啊 我们呢,这次是从东门进的,也或者说南门,斯文格斯这边进的 快到斯文格斯了,先拍点照片去 这个石身面面像已经是4500年到5000年了,我记得是 好像比这个金字塔还要早 然后我来之前也看了很多什么各种片啊,他们都说这个耳朵下边有开关 很多人说耳朵下边有开关,这其实是外星人宇宙飞船,可以进去 从耳朵下边进去,然后就把它开走了,有很多人是这么说的 然后刚才我们一块拍了很多照片在这边 现在呢,准备去那边山坡,是一个很出名的就是拍金字塔照片的地方 可以把这边的几个金字塔都拍进去 我从东门进的就比较近,直接先去那儿,然后再去湖附近塔 这是斯文格斯的背面 说白了我觉得就是个建筑啊,可能很多年人建筑,不像宇宙飞船 像宇宙飞船,真是宇宙飞船的话 今天我多少趴上去看看啊,工作人员拦我也没用 这边有骆驼在喂草,然后这是个啥 还挺深,哇,还挺深这玩意儿 不知道是干啥的,是之前的水井吗,还是扔死人的 这是斯文格斯的背面啊,你们看那个砖的缝隙吗 真的厉害,几千年前就真的很厉害,我觉得,好厉害 我只会说好厉害 刚吃完早饭,身边经过一些骆驼 差没熏的,我怕早饭吐出来 这边还有本地人在住的 我看里边有张简短小床,还有人在门口坐着 不拍了,我怕跟我要钱 里边有很多,已经说我骑马骑骆驼了 但是还好,只是问我,没有说让我强制什么的 又是一户人家 哪是糊符啊,那个是糊符吧 听说糊符上边是吊的,然后那个是叫什么 叫什么金塔来的 那个是完整的,你们看上边,看到没,还有底儿 那个底儿已经没了 那个应该是糊符,然后那是另一个 忘了叫什么 现在去,那边先拍照片 前面岩壁上的狗,有四只小黄 嗨,小黄看我了 这三个看我啊,跟狮子王似的 这有石柱子,是不是以前的门啥子你们瞅 四个石柱子 挺有历史感的,摸摸,上楼摸摸 埃及这边都没人管的 听说博物馆也可以随便摸,大部分 摸摸摸摸摸,就是石头其实就是石头 摸还掉了 基本已经能看到金塔堆一块了 前面又是了,翻过这个坡 然后可能再走十几分钟就试了 其实没大家想那么远啊 我也不知道哪处是 这一个,那一个还有这一个 三处底面都有人 都去看看吧,都去看看 其实相隔也不远 那边有一个,可能是那个 那边还有一远的,看见没有 那边人更多,可能是那边 骆驼确实高啊 那小个骆驼,我能到它那个驼峰下边 大个的,我就到它大腿根那儿 哎,这个市场很棒啊 一个小平台吧,所有金塔都冲到一块了 然后那边还有两个,那个 然后那边还有一个 然后一会再去看一下 现在大家看一下这个 在这个金塔景区的最南边 大家看人多地儿,人多地儿走就行了 全是人这边 另一个,刚才是在那照的 现在来这儿了 金塔已经被挡住一个了 现在只能看到 两个大金塔了 然后接下来去那边 那边很多人那边 那边超多人 然后再去那边拍 我身后那高台看见没有 在那呢 刚才在那拍照片嘛 然后有个骑骆驼的 看着像很像警察啊 具体真假我不知道 穿那种反光的成颜色衣服 就是看着 穿的知道很像警察 然后说上去不能下 上去不能去 上去不能去 让我们下来 然后我说对不起 不知道,咱们想走 他说暗示要钱 然后我说没有 我说be friendly 我说友好点 然后我说拜拜 然后他也没说什么 让我们走了 我也不知道真假警察 反正大家来里边就小了点吧 就是有人给你要交费 你就硬气点 就不给,他们也拿也没办法知道吧 然后钱 再说就是 他也没干什么呀 就给我要钱 是不是 中国人 一水的那种中国话 天呐 估计那边全是 刚才在景区门口 然后基本都都是中国人 本地人外国人很少 大部分全是中国人 一看就是拍子最好的 你们看这边全是游客 全是骆驼 捅骆驼窝这些 全是国人基本 然后正好视角不大不大地说说 还不如那边呢 还不如那边第一个呢 现在准备去那个湖湖金字塔那边了 现在是在这景点那个 有人上去说推销骆驼 然后妈也累了 然后就看坐一下吧 她说两个人200埃及棒一小时 到湖湖金字塔 然后再拍照什么的 都包括了她的意思 其实我也不老人家 就坐吧 大不了一会跟她骂嘛 无所谓 跟埃及人不是骂一次两次了 OK 为什么 为什么 你 你 你 为什么 我说你 为什么 我说我拿到政府 我拿到政府 什么 政府 政府 为什么政府 我看 不是 钥匙 只工 有了 不是 没有 有了 不是 在车路上 快快快 快快快 上班 了解 有视频 好 对 无论 对 我们在家装 跟我们的牢 ok no you 现在下来了下来了 这边阳光太大 那个屏幕我都看不清自己 下来了从骆驼 多少钱怎么说呢 他说的是一小时两百 我看网上说 有人说一小时一百能下来 一小时两百 然后砍了一下说 两个人一小时三百 其实没一小时也就是二十分钟 从那边走到胡福这儿 这一路够颠的 屁股那骨子叫什么 是叫鼓鼓头吧 再坐一会能给我鼓鼓头颠坏死咯 我可不坐了 上回跟那个迪拜坐了一会儿 把我吓的 颠得我屁股疼 把我吓的 这回坐了我屁股可疼了 现在我可不坐了 然后呢 大概什么价格呢 我跟妈两个人 我跟妈两个人是 从那边那拍照到胡福进塔 给四百吧 一共 人比五十块钱差不多 黑市价格 怎么说呢 我觉得还是贵了 不过主要是妈呀真的很想坐 她说累了 而且想坐 然后那又坐吧 就花这钱呗 要我一个人我就走过来 其实不远 也就一公里 一公里多 大家看 这个是胡福进塔 这个就是卡夫拉进塔 这个卡夫拉 比胡福只矮了十米 我记得是 对 这个的话多点石灰瓦壳壳 然后上面这个胡福进塔 就掉光了基本就 不过胡福进塔最出名的是埃及这边第一大的 不是世界第一大 世界第一大 那个在 墨西哥 那个就 玛雅文明的埃及的 那个塔 我记得比这个胡福进塔还大很多 现在靠近第二大金子塔了 能进吧应该 有铁栏围着我看里边一堆人都能进 现在我要用我这双手来摸一下 四千五百 这我不知道胡福是四千五百年前 这个我不知道是多少年前 反正肯定比我所长大 我来摸摸他 用我的手来摸他的肉体 轻浮他的肉体 我来了 就是石头 不过其实挺厉害的 好都长一块了石头 你们看 石垫长都长一块了 石头 What are you looking for? Oh, it's too heavy Yeah 但是太沉了 好像是几百吨吧 G2way with something 反正一看就很沉 Let's walk around OK 这边方位很大 土也大 既然来的时候戴墨镜跟口罩 或者什么把嘴挡住 把眼睛挡住 别进去风扎了 我记得好像之前看油管吧 有个外国小哥爬到那上面了 好像没爬上面就被赶下来了 确实能爬 而且很简单那种爬 一接一接很好爬这个 我也想试试 身后那卡夫拉本来想绕一圈的 结果走到那边有个保安说不让过 他也没说不让过 他就说这块拍照 说这块拍照好 他想给我们拍照 一看就要钱 然后我说不用了 然后我们想走过 他说不能过 可能你让他拍照给小费酒长你过吧 我也不清楚 反正我是不会那什么的 我可以自己拍 胡福金字塔远景 慢点看 胡福金字塔的侧边 然后旁边有卖水的 我之前在小红树上搜的话 说是500毫升一瓶水 这边卖50磅 我跟外边买那种1.5升的水 外边才7磅 来这时候大家记得多带点水 这边很热很干的 从这边看 胡福比那个 刚那个卡夫拉金啥 又那个什么干净整洁很多 十块整整提起 不像那边那边十块都零零散散 不要蜡了 那边挺整洁的 这边好像拦着不然过去不过 东西拦着 然后远处那些 看到没有 那个是灯光秀 烟火秀 灯光秀 对 埃及金字塔里边有灯光秀 如果你在金字塔处附近的话 可以在珠素天台可能会看到灯光秀 前面有两个短裙美女给大家拍一下 那边还有个什么样式的 去仇院 这就是离近那个灯光了 灯光秀的灯光应该是 也很可处了 看能不能进去看看 不让人进呢 那有门 这边呢 都是关上的 就是在门口拍拍照 就是在门口拍拍照 我们也拍几张照片 然后接着去胡复吧 之前在往搜这边的攻略什么的 很多人都说这边是一个 不来会后悔 来了也会后悔的地方 确实啊 说白了出了一堆石头 没别的什么了 然后里边很多什么 坑人骗人的 但其实这种坑人骗人 你就不搭理他们的话 其实是可以避免的 你就别搭理他们 玩你自己的 可以避免的 然后关于门票的话 用的是现金加学生卡 现金 现金的话是黑市汇率 已经黑市汇率 是官方汇率的一半 然后学生卡再打半折 相当于官方票价的四分之一 我付了一百块钱人民币 金字塔这块的门票 还有进入胡复金字塔里边的门票 一百人民币 如果你要刷卡付的话 刷卡完整票价就四百人民币 刷卡学生卡就是两百人民币 差不多这样啊 然后具体什么 学生卡或者什么 其他攻略 大家可以上小红书搜索 我都是小红书搜到的 还挺全的其实 还有关于骑骆驼呢 就是我跟大家说票价 那个价格是四百吗 一开始的话是两百啊 我问了是不是两个人两百 他说是后来又啊 多给点多给点 两个人四百吧 然后他后来又改口说 一个人两百 然后砍价砍到三个人一百 然后包括所有给你拍照片 小费都包括 然后一下又改了 给小费给小费 然后给一百 其实就是骑了十几二十分钟啊 他说骑一小时 这是一个小时两百 我们就骑十几二十分钟 小费 然后给一百不愿意 说半天给一百不愿意 还吵了半天 就是大家来这边骑骆骑马的话 就是百分之九十九 会遇到这种事啊 就提前做到心理准备吧 不想遇到这种事就别做啊 我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别做 要不是妈呀想做的话 我是绝对不会做的 我不想跟别人抄抄什么的 我绝对不会做这个的 然后这期差不多这样了 世界七大奇迹嘛 就是不来后悔 来了也后悔 好不容易飞爱地一趟 从中国飞非洲飞爱地一趟 来都来了是不是 中国人都这样 来都来了 反正这边坑的有中国人 就这样吧 然后呢 看时候都动没有 可以护护经测台 一日我进去看看 然后进金字塔我下期再拍 我水一期水一期 我做水一期加什么 大家帮我点点赞什么的 看我不容易 然后被坑了又大热天走半天什么的 行就这下午拜拜 我歇会儿然后进金字塔里边了 拜拜